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第九图书馆 我是秦菜 上一期我们讲完了 黄道列车事件和洋管事件的经过 包括其中的暗线也讲得一清二楚 在本期视频中 我会将幻熊市全面爆发事件的前半部分 完美地还原给大家 在此说明一点 虽然重制版对比原版的改动很多 但在某些角色的刻画和怪物的设定上更为出色 所以我会在尽量不影响原版剧情完整性的情况下 更多的引入重制版的剧情和设定 这会对生化危机3的时间线造成较大的影响 最后在开始之前 关于在上一期的洋管事件中生还的几人 他们的去向还是要先交代清楚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带你们一起走近 1998年的幻熊市 1998年8月 自从Jill、Chris等人从洋管逃出 已经过了十多天 由于几人在洋管事件中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现在都处于休养阶段 Barry成功救出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一家人终于团聚 Rebecca则提交了Billy的死亡报告 军方要求交出尸体 但由于洋管和干部养成所的爆炸 寻找尸体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洋管被完全炸毁了 随后的大火也蔓延到了附近的森林 当地消防部门和国民警卫队努力控制火势 但大火被扑灭时 已经烧毁了约750英亩的森林 在本次事件中丧生的已经核实的有7名STARS队员 分别是阿尔伯小队的阿尔伯特·威斯克 约瑟夫·弗洛斯特 Brawo小队的恩里克·马里尼 肯尼斯·J·苏里文 理查德·艾肯 弗瑞斯特·斯拜尔 爱德华·杜威 以及一名外调飞行员凯文·杜利 幻雄市警局为他们举行了联合葬礼 在葬礼上 理查德的爱人布里奇特 送读了他的丈夫生前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很多观众问我 在上一期视频中 理查德的去向为什么没有交代清楚 实际上在《生化危机一》中 理查德的结局会因玩家的路线选择而有所不同 但最终 他都会为拯救Jill或者Chris而牺牲 在这封信中 理查德提到了 自己因为年幼时没能保护好妹妹 而一直处于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之中 虽然妻子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危险的工作 但理查德还是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经过了多年在警队的磨练 如今他终于拥有了保护别人的力量 他并不想死 他的家中还有等待着他平安归来的妻子 但这次他再也没有犹豫 说完了STARS 我们再来说一下在这次洋馆事件中丧生的 还有什么人 首先是78名安布雷拉职员 其中包括7名从总部派来的调查员 当然还有一位你们可能已经忘记的比较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阿克雷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 约翰·克莱门斯 在《生化危机一》中 我们曾在研究所中发现过一封约翰的留言 留言的对象是一位名叫Ada的女性 从信中的口吻来看 Ada应该是约翰的恋人 并且也在这间研究所中工作 但在病毒泄露的初期并没有被感染 那么这名女性究竟是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Ada呢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先来说一下其他遇难的人员 这其中包括22名A类受试者 以及一名B类受试者 A类受试者多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身份难以辨认 被安布雷拉通过病毒注射转变成了猎杀者 大部分都死在了STAS成员的枪下 B类受试者也就是暴君T002的实验体 同样在爆炸中损毁 无法确认身份 此外还有13名浣熊市居民 以及7名从其他州前来旅游的游客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被从洋馆逃出的丧尸 和Cerberus攻击致死 以上这些只是初步的调查结果 随着对事件更加深入的调查 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些人真正的死亡原因 除了5名幸存的STAS队员以外 无人知晓 那么为什么STAS不向上级报告事件的真相呢 实际上他们报告了 8月8号 Chris向局长艾隆斯提交了一份完整的事件报告 包括在洋馆中遇到的BOW 丧尸以及Vesker的真实身份 但艾隆斯以大火烧光了一切证据为由 质疑了事件的真实性 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在这段时间内 浣熊市的市民中却开始出现了一种流行性的疾病 患者常表现出发烧 皮肤搔痒 意识退化等症状 并伴随着一些疯狂的举动 人们称这种疾病为食人病 这是由于William Birkin在开发病毒及BOW过程中 人为增加了处理工厂的负荷 使得产生的废物远远超出了处理工厂的降解能力 导致病毒产生了缓慢的泄露 而所谓的食人病正是T病毒感染的症状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后面再讲 怀疑这些事件与安布雷拉有关的Chris 加大了调查的力度 但与此同时 来自警察局内部的阻力却越来越大 在收受了William Birkin的贿赂后 艾隆斯企图通过各种方式阻碍Stars的调查 在发现对Stars成员停职降职 依然不能阻止他们以后 艾隆斯开始调整Stars的物资部署 通过移除Stars办公室的物资设备 削弱了其火力和情报能力 但艾隆斯毕竟不能只手遮天 8月21日 焕雄市的媒体和警方 开始了对安布雷拉的调查 一位名叫本贝托鲁奇的自由记者 在这段时间内甚是活跃 给安布雷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无奈之下 William Birkin下令关停了 下水到污水处理设施的一切运转 只保留了最基本的排水功能 用作伪装 而这进一步增加了病毒泄露的风险 在局长这里碰壁的Chris 在这段时间里也没有闲着 为了降低艾隆斯的戒心 他时常表现出冲动易怒的样子 不断与同事发生纠纷 这些行为甚至瞒过了Jill 终于在8月15号 他获取到了安布雷拉正在开发 T病毒的替代品 G病毒的信息 在与Jill等人互通情报后 他便以STARS队员的身份 与FBI进行了联系 要求对G病毒和局长艾隆斯的背景进行调查 随后 来不及等待FBI的调查结果 Chris便以度假为由 独自前往欧洲的安布雷拉分部 继续搜集证据 此举甚至迷惑了艾隆斯 给了他一种STARS已经放弃追查的错觉 而Barry为了避免家人再次陷入危险 秘密将一家人送往加拿大进行安置 Rebecca也在这段时间离开 Jill则选择留在幻雄市 继续对本地的安布雷拉设施进行调查 至于布拉德 在洋馆事件中蹭到了队友通关成就的他 对STARS也有强烈的归属感 但他生性懦弱 对于与安布雷拉这个庞然大物进行对抗这件事 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 因而选择了与Jill等人断绝了表面上的往来 只是偶尔会用书信进行交流 那么安布雷拉在这段时间内又做了什么呢 实际上安布雷拉的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虽然公司的总部位于欧洲 但这些年来公司内部的派系之争从未间断 早些年来由于Burken对猎杀者暴君等项目的开发 美国芝加哥分部在公司内部如日中天 然而近年来随着安布雷拉欧洲分部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尤其是旨在创造比普通暴君智能更高的 终极B.U.W.的复仇女神计划进展顺利 使得欧洲分部在公司内的话语权大大增强 为了对抗欧洲分部日益增长的威胁 美国芝加哥分部对Burken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要求他尽快完成G病毒的研究 这大大增加了Burken的不满情绪 并产生了脱离安布雷拉的想法 他清楚地知道安布雷拉在判定他不受控制之后 极有可能下达暗杀指令 当年马库斯博士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为了争取脱离的时间 Burken决定先发制人 开始在浣熊室内制造混乱 于是便有了之前提到的 处理场超负荷运转导致病毒泄漏的事件 1998年9月 G病毒的开发已经接近了完成阶段 但是Burken在后续的开发路线上 与公司意见产生了分歧 预感到公司会对他不利的Burken 以G病毒样本及研究成果为筹码 要求美国政府对其实施保护性监禁 为此 美国军方派出陆军三角洲部队 携带最顶尖的武器装备 包括一台名为帕拉塞尔素斯支箭的轨道炮 前来换雄士接应Burken 陆军三角洲部队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Jill曾服役过的部队 然而安布雷拉潜伏于美国政府中的双重间谍 却向军方提供了错误的情报 以至于三角洲部队被引导至远离牧巢的P-12A处理场 与此同时 安布雷拉欧洲法国分部下达了 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抢夺G病毒样本的指令 而执行这一命令的就是死神Hunk所在的 安布雷拉快速反应安全部队 也就是USS部队 Hunk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再困难的任务他都可以完成 假如小队仅剩最后一人 那么活下来的一定是他 Grim Rapper也就是死神的称号 也是因此得来 Hunk曾在1996年于洛克福特岛 也就是阿尔弗雷德·艾什福德 所掌控的那座南海孤岛上 进行过残酷的军事训练 对身为洛克福特岛最高司令官的 阿尔弗雷德十分尊敬 能在这里通过训练的士兵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 但Hunk依然是其中最顶尖的那个 毕竟在洛克福特岛上训练的士兵有很多 而死神只有一个 9月20号 浣熊市警局的巡警在下水道附近发现了可疑人物 虽然没有抓捕到此人 但在下水道的入口 查获了对方遗留的少量塑胶炸药 电子定时雷管 红外夜市仪等装置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可疑人物 正是在对潜入路线做初步考察的 USS小队成员 9月22号 接下了这次命令的Hunk 率领USS的阿尔弗小队 通过先前探查好的路线 秘密潜入了母朝中Burken的实验室 在抢夺G病毒的过程中 由于Burken的反抗 一名USS队员不慎将其射杀 冰死的Burken将手中仅剩的一只G病毒 注射进了自己的体内 随后 G病毒引发的剧烈变异 使其完全变成了一头失控的怪物 将撤退中的USS小队 几乎杀了个干干净净 并将他们带走的G病毒样本 全部吞进了自己的体内 但是 即使在这种小队近乎全灭的情况下 Hunk依然独自携带了一只 完好的G病毒样本 摆脱了Burken的追击 潜伏在研究所的某处 静静地等待脱离的机会 然而 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在这场G病毒的争夺大战中 有大量的T病毒样本发生了泄漏 这些T病毒 经由镊齿动物的携带 完全污染了幻熊式的下水系统 而这也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就在病毒泄漏的威胁之下 岌岌可危的 浣熊市 彻底沦陷了 9月24日 在浣熊市鲨鱼队与沃伦体育馆 举行的一场比赛过程中 发生了暴乱 似乎是一名球迷 与人发生了争吵 事态迅速升级 并扩散至整个体育馆 具体受伤人数不明 浣熊市警局RPD已派出50名警察控制局势 但由于信息不对等 浣熊市警方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将T病毒感染的症状误判为暴力事件 导致情况无法控制 事态迅速恶化 恐慌的市民在室内造成了多起暴动抢劫事件 而警力却严重不足 眼见事态无法挽回的局长艾隆斯 选择了自暴自弃 他用了不知多少肮脏的手段 才拥有了如今的地位和财富 而一旦离开了浣熊市 他便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甚至连曾经的所作所为 都有可能被公之于众 因此恶毒的他 要拉着整座浣熊市给他陪葬 他先是在警局内制造混乱 拖延了警局出动拯救市民的时间 导致大量市民无法被疏散 此后又破坏了警局的多数段路器 并将这一系列事件归咎于恐怖袭击 同时他以防止恐怖分子占据警局为由 下令将警局内的物资分散摆放 大大增加了物资调取的难度 这直接导致了在抵抗丧尸袭击时 幸存的警员们就连弹药和武器的收集 都变得十分困难 在这种危急时刻 浣熊市警局的警员们却发现 他们平时尊敬的局长不见了踪影 根据章程 副局长雷蒙德·道格拉斯出任代理局长 开始进行作战指挥 他下令在丧失最为密集的中央大街安置炸药 执行代号为清扫行动的作战计划 同时派出救援直升机 以浣熊市动物园为集结点 协助市民进行避难 随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警力不足的前线 然而这位尽职尽责的代理局长 却在掩护市民撤离时不幸牺牲 最终在9月24日晚8点 中央大街的炸药被成功引爆 几名警员用生命为这座城市争取到了一丝喘息之机 然而这也只是小小的拖延了病毒扩散的时间罢了 第二波更大的爆发就要到来了 9月25日黎明时分 五角大楼发布了声明 宣称浣熊市内由放射性物质泄漏 并扩散至了全市区 这显然是美国政府的谎言 美国军方本就是安布雷拉有机生物兵器的重要客户之一 二者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为了掩盖安布雷拉暗中开发生物兵器 导致病毒泄漏的真相 政府散布了不实的信息 并由国民警卫队对浣熊市实施了全面封锁 对企图逃离浣熊市的市民进行了抓捕 浣熊市自此成为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 断绝了任何获得外界增援的可能 9月26日 一大波丧尸闯入了浣熊市警局内部 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在战斗过程中通讯设备受到了损坏 以至于此后再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 消失在众人视野中的艾隆斯局长 开始在警局内玩起了他的猎杀小游戏 他开始不断地暗杀幸存的警员 甚至还抓住了在警局避难的市长女儿 凯瑟琳·沃伦 而此时的市长迈克尔·沃伦 早已乘坐私人飞机逃之夭夭 并处在了美军的庇护之下 同日 安布雷拉总部给旗下的生物灾害对策部队 UBCS 下达了拯救浣熊市市民的指令 但拯救市民不过是个幌子 由于西蒙斯家族在幕后的推波助澜 美国总统和国会通过了对浣熊市实施灭军作战的提案 下令和平浣熊市 但如果我告诉你 幻熊市只是一个孤立存在于美国中西部荒漠中的城镇 你是否会对这一提案有一丝不解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灭军作战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阻止病毒的扩散 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彻底销毁证据 而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确认了救援Burken行动已经失败 美国政府不愿让G病毒研究成果 再次被安布雷拉回收 但安布雷拉肯定不能让幻熊市如此轻易的被炸毁 二者针对灭军作战就此展开了博弈 安布雷拉一方面向媒体发出呼吁 并对政府高层官员进行游说 同时派出UBCS实施所谓的英勇救援行动 以此来拖延灭军作战的实施进程 此外 安布雷拉还向浣熊市内运送了数量众多的BOW 并由UBCS中潜伏的观察员进行战斗数据的采集 除了观察员之外的UBCS队员 对此均不知情 皆为弃子 虽然他们在执行任务前都注射了抗病毒的血清 但普通队员注射的均为低品质血清 面对变异速度极快且污染浓度极高的T病毒 几乎失去了效力 果不其然 任务开始仅仅三个小时 队伍就损失惨重 尽管如此 这个由战争罪犯和流亡士兵组成的部队中 也不乏有血性的战士 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坚定地执行着上级的指令 继续营救着市民 9月27日下午1点 警局西侧的路障被破坏 丧尸再度发动了袭击 又有12名警员伤亡 同时 警局内出现了一种新的怪物 他们由普通丧尸进一步突变而来 骨骼发生了变化 改为四脚爬行并长出了锋利的爪子 身上几乎没有皮肤覆盖 大脑暴露在外 视力完全退化 与之相对的听力却增强了数倍 他可以使用长长的舌头直接刺穿猎物 三名警官死于这种怪物之手 而侥幸逃脱的人给这种怪物起名为 Licker 舔食者 9月28日凌晨2点半 丧尸们入侵了战略会议室 再度造成了四人死亡 至此 浣熊市警局的主力几乎全灭 只有包括马文布拉纳在内的四名警员得以幸存 失去了近乎全部警力的浣熊市 已然没有了任何抵抗失潮的手段 正式开启了加速毁灭的进程 然而没有人知道 在这场失败及死亡的生存游戏中 一头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强大掠食者加入了进来 而他的猎物对此却毫不知情 那么我们的Jill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 此时是9月28号晚8点 Jill正处于一所他作为临时安全屋的公寓之中 由于被艾隆斯停职 Jill这段时间在浣熊市内的调查进行的并不顺利 全天候都有人对其进行监视 更糟糕的是 在洋管事件中受到的心理上的创伤 似乎远比肉体的损伤要严重得多 由于Jill并不清楚洋管中的T-Epsilon病毒 已经失去了传染性 从洋管回来后 对洋管事件再次重演的担忧 以及T病毒发作的噩梦不断烦扰着他 然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场规模百倍于洋管事件的病毒爆发开始了 短短几日 浣熊市就彻底沦陷 继续留在此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Jill决定在9月30号连夜逃离这里 并前往欧洲与Chris会合 这样想着的他 却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来自前队友布拉德的通讯 对方情绪十分激动 让他马上离开公寓 然而话音未落 一个身高两米以上 身着黑色束缚衣的怪物破墙而入 正是被投放到浣熊市 追杀Stas剩余成员的新型B.O.W. Nemesis 俗称追踪者 震惊的Jill拿起他的武士之刃 朝着怪物的头部不断射击 然而却连对方的束缚衣都无法打穿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这款由安布雷拉欧洲第六研究所研发的 T病毒第三阶段终极活体武器 Nemesis是以同为第三阶段活体武器的量产型暴君为宿主 在其脊髓中植入Nemesisα寄生体后 形成的高度智能的B.O.W. 注意,虽然我们通常都以Nemesis 也就是复仇女神来称呼这款B.O.W. 但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 它的学名应该为Nemesis T-Type 而Nemesis实际上是寄生体的名字 这种Nemesisα寄生体是我们曾提到过的 Nemesis Prototype 复仇女神视作型的改良型号 它极大的改进了视作型智能支配时间短的缺陷 当它在细胞水平上被移植到暴君的脊髓中时 它会快速吸收宿主身体内部的T病毒 并在岩髓附近形成一个独特的大脑 与此同时 它侵蚀中枢神经系统 破坏宿主的额叶 修改神经网络 将新形成的大脑与宿主剩余的大脑功能连接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 寄生体能够完全掌控宿主的身体 它的思考能力显著高于传统的暴君 并且在经受训练之后 能够识别特定的目标 以及使用较为复杂的武器装备 由于寄生虫分泌物的作用 追踪者拥有比传统暴君更夸张的自愈能力 但在自愈过程中也会产生畸形的变异 增加了其失控的可能 因此 开发者为其配备了胸部控制装置 以及特制的束缚外衣 不仅能起到防暴防弹 保护弱点的作用 也能降低其失控的风险 追踪者带给Jell的压迫感 是空前的 虽然他和阳馆中暴君的形态十分相似 但实际的性能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这场激烈的追逐战 从四楼一直持续到了一楼 最终在碎石的阻碍下 Jell得以暂时摆脱了这头怪物的威胁 然而 来到街上的Jell却发现 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 目之所及尽是疯狂逃窜的市民 以及爆炸的火光 此时布拉德恰巧赶到 交换情报后 就要才知道 这头口中不断嘶吼着斯大斯的怪物 目标正是浣熊市仅存的两名斯大斯队员 布拉德·维克斯和他本人 至于目的并不是为了灭口 而是因为在两个月前的洋管事件中 斯大斯成员曾击败了由美国分部负责开发的暴军 而欧洲分部为了展示追踪者的作战能力 以此证明欧洲分部开发的BOW更为优秀 因而主导了这次行动 而这个原因 两人并不知情 为了摆脱追踪者的追杀 二人开始寻找逃离浣熊市的方法 然而 在穿过捷克酒吧时 布拉德不慎被丧尸咬伤 清楚地知道被咬伤意味着什么的他 一把将只要推开 义无反顾地留下来 为只要堵住身后汹涌而来的时潮 这一刻 他不再是那个懦弱的逃兵 而是一位真正配得上 斯大斯队员之名的战士 强忍住失去队友的悲伤 只有继续着他的逃亡 但是首先 他需要回到位于警局的斯大斯办公室 取回一些能用的装备 这样想着的他 一路来到了幻雄市警局 却发现 昔日的朋友和同事 早已变成了一句句 行尸走肉 在斯大斯办公室 取回了重火力武器榴弹枪 以及他心爱的开锁器后 Jail终于具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办公室中的通讯设备 却响了起来 里面断断续续的 传来一位名叫卡洛斯的男性的呼叫 虽然不知道对方隶属于什么部队 但对方似乎正在营救幸存者 但是队伍损失惨重 急需支援 Jail有心协助 但是由于通讯设备受损严重 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 只能就此作罢 然而准备离开警局的Jail 却再次遇到了那个 阴魂不散的追踪者 只能开始狼狈地逃窜 可追踪者不仅拥有 与他体型不相符的敏捷度 还可以利用寄生体的触手 在楼宇间快速移动 根本无法将其摆脱 随着一声汽车爆炸的巨响 这头丑陋的怪物也终于露出了真容 而Jail也被逼至绝路 就在这前军一发之际 两枚火箭弹接连命中了追踪者 虽然其中一发被灵活的触手空中拦截 但另一发却结结实实地命中了他的胸口 追踪者毕竟仍是血肉之躯 无法完全无视高能热武器的威力 双膝直接跪地失去了行动能力 随后一位身着不知名部队服装的男子现身 缠扶着Jail快速离开了现场 没过多久 二人来到了一处地铁站中 经过交谈 Jail得知 这位长相颇有拉眉风情的男子 正是之前曾在通讯设备中寻求支援的 卡洛斯·奥利维拉 具有印第安人血统的卡洛斯 曾参与过南美的印第安反政府武装 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过多介绍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查阅 在政府军摧毁了他所在的组织后 卡洛斯被UBCS招揽 虽然军衔只是下士 但个人能力非常之强 卡洛斯声称 他们将地铁站改造为临时庇护所 在城中搜寻幸存者 并将其带到这里 然而当Jail得知对方隶属于UBCS时 他又惊又怒 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正是安布雷拉 而对方竟然还有脸称自己是在营救市民 面对情绪激动的Jail 卡洛斯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们只是一群雇佣兵而已 接到的命令也的的确确是营救市民 所以他对Jail的这套说辞 半信半疑 随后Jail跟随卡洛斯 见到了地铁站内为数不多的 几名幸存下来的UBCS队员 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指挥官 米海尔·维克多 米海尔来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曾是苏联红军中尉 在苏联解体后 加入了他少数民族妻子所在的游击队 并凭借他出色的领导能力 成功策划了一系列 旨在解放当地各族人民的恐怖行动 但当他和他的手下被政府军抓获后 米海尔被迫加入了UBCS 以换取他手下们的安全 在UBCS中服役没多久 米海尔就以其出色的领导能力 成为了Delta牌29名年轻战士的指挥官 在此次的换雄士行动中 安布雷拉一共派遣了120名UBCS队员 也就是整整4个牌的兵力 但目前还活着的恐怕不超过10人 此时的米海尔已经身负重伤 别说继续营救市民 就连保证手下的生存都十分困难 于是他请求Delta协助恢复地铁的电力 而UBCS的剩余队员则负责清理铁轨上的障碍 只有这样才能乘坐地铁 前往位于圣迈克尔钟楼的预定集结点 通过直升机撤离幻雄士 虽然Delta并不信任这些 为安布雷拉卖命的佣兵 但为了庇护所中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 他二话不说 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为了恢复地铁的电力 Delta必须要穿过满是丧尸的街道 步行前往数公里外的变电站 更不要说那个可怕的怪物恐怕还活着 好在最糟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一路上除了丧尸和一些丧尸犬之外 并没有遇到其他的威胁 这些丧尸犬与我们在上一期中提到过的Cerbrus不同 并非人工改造的B.O.W. 而是自然感染的警犬以及流浪狗 但它们的攻击性与Cerbrus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此外在Delta前往变电站的途中 他见到了许多雇佣兵的尸体 看来卡洛斯所说的损失惨重并不是假的 而在路过一间气球场时 Delta竟然发现了一位幸存的UBCS队员 莫菲·希克尔 莫菲是卡洛斯在UBCS中关系最好的兄弟 曾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也就是贝利曾带过的部队 他是一名极为优秀的狙击手 由于自己的亲兄弟被街头匪帮杀害 他一怒之下用一把来福枪 将该帮派20名成员全部狙杀 被判无期徒刑后被UBCS看中并招入其中 而此刻的莫菲腹部受到重创 极有可能已被感染 但Delta不想放弃任何一个伤员 主动上前为其处理伤口 然而就在此时 一声枪响从背后传来 这位伤员就在他的眼前 被子弹瞬间贯穿头颅而死 愤怒的Delta转过头来怒视来者 对方身着UBCS的队服 一头银发格外扎眼 正是有着银狼之称的尼古莱·吉诺瓦耶夫 面对Delta的质问 尼古莱不以为意 他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安危 一切潜在的威胁都要排除 临走时尼古莱还不忘留下一句嘲讽 似乎做出这种残忍的行为 对他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虽然Delta十分愤怒 但当务之急是恢复电力 这个过程还算顺利 电力恢复的那一刻 Delta转小小的松了一口气 然而事情似乎不能全都如他所愿 那个不断追逐着他的噩梦又回来了 此时回到地铁站寻求UBCS的支援 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是Delta没有这样做 反而头也不回地直奔地铁办公室而去 他必须设置好地铁的行进路线 否则的话 不管是他 还是在地铁中等待的市民 没有人能从这里活着离开 然而Nemesis并不仅仅只是在性能上超过了暴君 他的特殊能力更是让Delta打开眼界 Nemesis可以通过触手 将Nemesisα寄生虫植入普通丧尸的体内 而被寄生虫寄生后的丧尸形态 你一定不会陌生 与生化危机寺中 人类植入Lasplugger后的形态和其相似 在第一期视频中 我们曾提到过 Nemesis寄生体与Lasplugger有很深的渊源 在这里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 这头怪物的智慧 竟然已经高到可以使用复杂的热武器 只有之前遇到过的B.U.W. 智力普遍较为低下 智能最高的也不过就是一个只知道使用蛮力的T.002型暴君罢了 而眼前这种超出认知的B.U.W. 简直闻所未闻 面对这些变异丧尸和追踪者的包夹 Jale只能狼狈逃窜 但好在最终还是艰难地设定好了地铁的行进路线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在被追踪者追击的过程中 Jale曾路过了浣熊市的肯多枪垫 他惊喜地发现枪垫老板也就是他和Chris Barry的老朋友 罗伯特·肯多还活着 肯多的为人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已经介绍过了 病毒爆发后 肯多将枪垫内库存的枪械 全都发放给了手无寸铁的市民 只留了一小部分用于防身 然而他却没能在汹涌而来的失潮中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他的妻子已经身亡 而女儿艾玛肯多也被丧尸咬伤 已经开始了失变 为了陪伴女儿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他拒绝了Jale乘坐地铁撤离的提议 选择了留下 虽然Jale并不清楚这背后的原因 但他相信肯多一定能够保护好自己 于是两人就此别过 最终历经了一段波折 Jale回到了地铁站 并在卡洛斯的掩护下 利用油罐车的爆炸争取到了乘坐地铁撤离的时间 而随着卡洛斯再一次拯救了Jale的性命 他也一改之前对卡洛斯的态度 经过这段时间与一些UBCS队员的相处 在Jale看来 不管安布雷拉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至少这些士兵是真的拼上了性命 在执行着拯救市民的任务 他们的英勇应该得到赞扬 包括卡洛斯 包括米海尔 当然也包括死去的莫菲 9月29日凌晨2点 搭载着避难市民的列车 飞速地向圣迈卡尔中楼站驶去 与之同行的还有Jale 米海尔和尼古莱 而卡洛斯和另一位UBCS队员 泰瑞尔·帕特里克 则因为有机密任务在身 而暂时离队 此时 米海尔和尼古莱的一段对话 让Jale有些在意 原来UBCS的Delta牌 在短时间内就几乎全军覆没的原因 竟然是中了丧尸群的埋伏 同时还被切断了退路 毫无智慧 仅凭本能行动的丧尸 竟然能够埋伏一整队 训练有素的佣兵 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中必有蹊跷 然而就在这时 列车发生了一阵剧烈的摇晃 后方的车厢中 传来了乘客们的惨叫 虽然身上的束缚仪 已经破损了大半 但那个男人 依然还没有死 他不仅追上了列车 还杀光了所有的市民 愤怒的Jale想要上前 却被米海尔拦住 在想要撤退时 却发现身后的门 已经被尼古莱反锁 同样被困在这节车厢中的 米海尔拿起手枪不停地射击 但我们都知道 这是徒劳的 他被一根触手 飞快地刺穿了身体 知道自己没有任何 存活可能的米海尔 毫不犹豫地 引爆了怀中的炸弹 这名45岁的老兵 用自己的生命 为Jale创造了一丝 生还的可能 但狂躁的动能 不仅分离了前后的车厢 也造成了整辆列车的脱轨 最终测翻在了隧道之中 让我们说回另一边 卡洛斯和泰瑞尔 此时正在 幻雄市警局的西侧外围 寻找进入其中的方法 他们对列车上发生的异变 还毫不知情 而此时 一声大喊 吸引了二人的注意 只见一位黑人警官 正在被一只 身着斯塔斯对服的丧尸追赶 正是警局内 为数不多 幸存下来的警员马文 和已经失变的布拉德 也许是因为 失变的时间不长 布拉德还保有 最后一丝人类的意识 他缓缓地游荡到了 幻雄市警局 这个他最熟悉的地方 但又在 进食本能的驱使下 袭击了马文 然而 他保有的最后一丝语言能力 让马文在朝昔日的同事射击时 产生了一丝犹豫 最终被布拉德扑倒在地 咬伤腹部后 狼狈而逃 直到最后 马文也没能开出那一枪 而被咬伤的他 结局已经注定 在末日之中 杀与被杀 只在一念之间 二人进入警局后 已经不见了马文的踪影 但此时的二人 没有时间去理会受伤的警官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 逮捕 幻雄市综合医院的 纳桑德尔巴德医生 对方的真实身份 是安布雷拉病毒研究中心的主任 根据情报 此时的他 应该藏身于 斯大斯办公室中 等待政府的救援 然而当二人赶到办公室时 却不见巴德医生的踪影 通过电脑 卡洛斯与巴德取得了联系 对方显然没有意识到 这个时间点 出现在斯大斯办公室的卡洛斯 是隶属于 安布雷拉的UBCS队员 因而说出了一些 让卡洛斯十分震惊的信息 对方的手中 握有T病毒疫苗的制造方法 但安布雷拉 却想将他们这些研究员 赶尽杀绝 由于怪物横行 对方无法按照原定计划 抵达幻雄市警局 反而被困于一所医院之中 在得知警局也已经沦陷 无法派出斯大斯进行营救以后 巴德将这个难题丢给了卡洛斯 随后气急败坏地挂断了电话 虽然不知道安布雷拉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结合此前JL的说辞 卡洛斯也意识到 绝对不能将巴德轻易地交给公司 他可能是这座城市唯一的希望 为了营救巴德 泰瑞尔开始使用他的黑客技术 追踪巴德的坐标 然而这时 卡洛斯却接到了来自JL的通讯 在得知地铁拖轨尼古莱叛变 导致米海尔牺牲以后 卡洛斯震惊到无以复加 就在他想进一步追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时 对讲机却突然中断了 而卡洛斯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是JL的一声大喊 他又回来了 判断JL可能遇险的卡洛斯心急如焚 把什么营救巴德的狗屁任务 直接抛到了脑后 立刻动身 奔向了JL的身边 而此时 是9月29号凌晨4点40分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地铁拖轨后 JL昏迷了两个多小时 苏醒后的他 为了与卡洛斯取得联系 快速离开了隧道 却发现地铁侧翻的地点 离原定的目的地 圣迈克尔钟楼并不算远 但远处传来的吼声 让JL意识到 此地不宜久留 米海尔牺牲自己 近距离引爆的炸药 都没能彻底杀死那头怪物 但也并非没有任何效果 追踪者的束缚外衣 已经完全破损 身体被严重烧伤 失了痣一般的 一头栽进了河中 没有了动静 没想到 如此先进的B.O.W. 在设计时 竟然没有考虑到 水中作战的能力 然而 就在他放松之时 一头体型庞大的怪物 从水中逾越而出 足以撕裂钢铁的巨爪 朝着JL猛烈的挥去 不是追踪者 又是谁呢 退无可退的JL 在圣迈克尔钟楼前的广场 与追踪者展开了激战 由于胸口的限制器 以及束缚衣被破坏 追踪者已经无力再控制 Nemesis Alpha机身体 所带来的强大再生能力 在修复严重受损身体的同时 狂躁的变异 使得追踪者 完全丧失了人类的形态 变成了一头四只爬行的野兽 甚至在关节处 还异化出了 类似鱼鳍一样的特征 据推测 是为了适应水生环境所致 在这种形态下 Nemesis Alpha进一步侵蚀了 宿主的中枢神经系统 和岩髓脑干 它不再能够使用复杂的武器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大的 像野兽一般的身体能力 甚至能够飞檐走壁 身体强度更是强的离谱 从几十米高的钟楼上 一跃而下都毫发无伤 但是失去了束缚衣和限制器的保护 追踪者胸口的弱点也暴露无遗 在对抗B.U.W.上 已经颇有经验的JL 针对这一弱点倾斜了全部的火力 显之又显的将其击败 然而就在JL认为 一切都已经结束 准备转身离开时 坍在地上的追踪者 突然又爆起发难 JL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 这个男人就是不懂什么叫放弃吗 虽然JL利用闸门 切断了追踪者的一条手臂 但随即再生出的一条触手 也刺伤了JL 经由Nemesis Alpha活性化后的增强T病毒 迅速扩散到了JL的全身 周围经历了无数绝境 都成功死里逃生的超级警察 终于倒在了地上 生死未卜 半天后 由于没有交通工具 只能步行赶路的卡洛斯 姗姗来迟 在确定了JL被感染后 卡洛斯终于想起了 那个被他抛在脑后的巴德医生 或许只有他才有办法治愈病毒 在与Terry尔确认了巴德医生的坐标后 卡洛斯背起JL 直奔不远处的浣熊市综合医院 短短几天的时间内 他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死亡 而这次他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救回这名姑娘的性命 这要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 这个我们暂且放在一边 因为此时此刻 神话危机历史上最离谱的 两位丧尸杀手 正在赶往浣熊市的路上 而他们对这里发生的事情 还一无所知 感谢收看本期的第九图书馆 千呼万唤迟出来 在下一期中 我们的新人警官和普通女大学生 终于要登场了 而JL的命运也即将揭晓 各路传奇人物终于齐聚一堂 他们又将带给我们 怎样精彩的故事呢 不要忘记三连加关注 我是秦菜睡不行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